黃國昌現在已經被黃珊珊針對 整局正教室被架空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今天這個記者直接就去問黃國昌 對於蔡壁如可能會回到民眾黨 讓中央委員有什麼想法 結果黃國昌直接就被黃珊珊給搶走 由黃珊珊代理回答說 我們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不讓黃國昌講話 黃國昌在上個禮拜17號的時候 她自己開直播 就預告說我就是要進這個財政委員會 然後黃珊珊的話 那原則上次會去司法委員會 結果今天最新消息剛好相反 黃珊珊就是要進財政委員會 然後叫黃珊那個黃國昌去司法委員會 為什麼這麼做 來我先把這個新聞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決定了黃珊珊將進財政委員會 黃國昌到司法委員會 民眾黨恐怕被邊緣化 黃珊珊說希望藍綠正面回應國會改革 柯建民嗆說沒有用的巴西 黃國昌諷說柯建民的時代或許已經結束 不過講實在話 財政委員會真的蠻重要的 我在財政委員會當過召集委員 所以我知道 司法委員會其實也蠻重要的 不過因為司法 只要一句話 對不起 偵查不公開 司法不可以干涉 你真的要去說法務部 你想要知道什麼什麼事 那檢察官按照我們憲法規定 檢察官不必到立法院備詢 立法院也沒有資格 叫檢察官來立法院備詢 所以檢察官他獨立行使之權 沒有個立委可以叫他來問 你怎麼可以叫檢察官來質詢呢 所以換句話講 司法委員會有那麼大的權力嗎 所以大家也都在問怎麼看 沒錯 那所以現在原本 這個民進黨他也不是說 不能去跟小黨跟民眾黨合作 那跟黃珊珊也是有機會談 可是因為黃國昌他就跳出來 提出了一個好像誠意很高的 什麼四個改革 我就講這個四個改革方案 黃國昌他自己也做不到 裡面就有講是說立委要立意迴避 結果他月覆蓋了豪宅還在賣 然後他如果進財政委員會 裡面那如果牽扯到這些房屋 稅地價做一個財政委員會 要調整這個時候 或者是這個建商 跑去跟銀行貸款的時候是說 我女婿就是在財政委員會裡面 那這有立意迴避嗎 也沒有嘛 所以黃國昌自己提出來的標準 他自己都沒有辦法完全通過 這是第一 第二個是說現在不是說柯總昭 對於黃國昌所作所為有很多了解 連國民黨陳學勝都已經說了 這個黃國昌什麼 這個從一個電梯不打招呼 他都不把大家看在眼裡 所以黃國昌已經被所有人 部分藍綠包含黃珊珊他們自己人 看穿他就是集娃娃本質 就是叫得很兇 大衣婆大衣婆就叫很兇 他膽子很小 不敢選戲職 你看那個時候就不敢選 如果說他這個秉持裡面的話 他就戲職選到底 就他不敢去選 然后他在实在力量 不敢列不分区第一名 他觉得实在力量再怎么冲 冲不到5% 赶快跑到民众党去 搞到实在力量的那些同志 一个个跟他翻脸 还在那边炫耀说 黄国昌一走多了两百多笔 这个人党员入党 然后几百笔的小额募款就进来 就刚好把毒瘤给清掉 所以黄国昌的问题 不是说他绿的对他有成见 而是不分党派 从民众党实在力量 然后到国民党 通通都知道这个人 是一个不可以合作的对象 所以他这一局如果把民众党的 这样的合作度封实的话 等于是民众党在保送韩国一当院长